今天要分享就是他在替代役的時候 協助當地的政府跟社群 利用OSM在滅疾的疾病的防治上 我們先掌聲歡迎一下韋翔 韋律 這樣有聽到嗎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G201的報告 現在稍微介紹一下 跟剛才前面幾位高手講的話 我算是比較輕鬆的分享這樣子 你也是對於OSM在如何帶來的友方 然後利用OSM這個工具 去幫他們建議補資的補資這樣子 好 我做的簡介 我就讓我一講 然後畢業於台大職業一群工業衛生理 就在2012年的時候派出那個盛多美籍補資 去執行樂器方式的計劃 現在是在OSM台灣的監視 這邊其實剛才Saleo有介紹過 就是說OSM是什麼東西 就是說Open Stream 到底是什麼 它其實就是類似用維基百科的形式 然後它可以開源可以共同協作的一個方式 然後去繪製我們的地圖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是說 所有人都可以繪製這個地圖 所以我們就可以收集到各方資料 而且雖然不是專業的資料 但我們可以畫到更詳細的資料 然後也是可以替你們專業隨身的這樣子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 我們授權房就是非常Open的這樣子 所以當初我會在聖多美用的時候 也是因為它開源的原因 我才使用它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可以任何時間去更新 然後拿到最新的土資 因為我當初在聖多美 為什麼呢 就稍微介紹一下 為什麼我會用到這個就是 因為那邊其實土資非常缺乏這樣子 然後我們想說要建立一個 可以以後我們之後的人可以用好 我們就可以使用這個資訊 首先就是介紹一下我當初去的國家這樣子 就是那個聖多美到底在哪裡 這個圖剛好就是 也是聖多美的一個著名的景點 叫大狗山這樣子 它就是很高很高的一座山 然後在偶爾的地圖上 它就是剛好一個圓錐這樣子 非常的神秘的山 很像武家小朋友練功夫的地方 我很愛這落山 因為覺得蠻酷的 好 然後聖多美其實在 我們自稱都是說它在西非 但是它實際的位置是在中非的位置 如果從台灣這樣看到 台灣在飛曼谷 在飛阿姆斯坦 在飛里斯本 然後在最後就飛到鄭多美 大概超過一萬八千里的里程這樣子 就是在西非幾內海灣裡面的 一個兩個小稻國這樣子 然後這邊四張照片 就是聖多美及溪旅的一些景觀的照片 像這是他們的海岸 他們是島國 所以其實像是樂泰宇 其實就是島國非常有豐富的海岸 然後有一些葡萄牙殖民地的東西 然後簡單的介紹的話 就是右邊這個就是他們的兩個島的 像左下角是聖多美島 右上角是普林西底島 所以他們就合成為聖多美及普林西底 就兩個島組成的國家 然後位在西非的景內亞灣 然後他們其實是火山島地形 就山北兩高 大概海拔有兩千多公尺高 然後面積大概是一千零一平方公里 其實大概跟大化形一樣大 可是大家可能想像是到底有多大 因為它是高山的地方 所以從北部到南部開車其實要三個多小時 感覺上也是有一段距離 然後它是樂帶零雲氣候高度多雲 之前是將近500年的葡萄牙的殖民地 因為這邊只是基礎介紹 因為我們現在就講一下 它是我們的友邦 目前還是 我不確定 因為之前新聞還有講到一些 就是可能不太穩固的消息 我現在也不確定 因為現在這種真的是很不穩定 但我是希望它還是一直是我們友邦 不然這樣子講那麼多好像有點可惜 對 右邊就是他們國旗 就是左邊就是我們國旗 我們就是會任何我們的駐外團隊 我們都會這樣子幫忙升起 這樣子幫忙換人國旗 好 我就直接講到主題 我再介紹就這樣就好了 就是我去那邊做 就是瘧疾防治顧問團的工作 我們那個全名叫 台灣駐聖多美籍普林西比 瘧疾防治顧問團 因為那邊是使用普通調語 就是Egibate Luta Contrao Paradismo Taiwan's Domain Eprincipi 就是這是我們團隊的全名這樣子 就是它就是跟其他非洲國家 援用在四道線上面 就是很熱很熱 但是四道線上其實是熱帶雲氣 不是熱帶那種沙漠那種 所以我們就是又高溫又多雲氣 所以瘧疾就很多 然後我們台灣是從2003年開始去協助他們 然後做瘧疾防治計畫 然後現在瘧疾的盛行進行大幅降低 一定要進入更除期這樣子 就算非常難得就是以前大概六七十% 現在大概都大概五%以下這樣子 對 然後我們在那邊的話 就是因為我老朔是算是外交一派出到那邊的話 我們就負責做幼蟲防治 幼蟲培養及病患的治療追蹤 我們有一個醫學資料分析這樣子 就是做比較真正的公共衛生的基層的工作 因為剛才那個前面的那位醫師 其實也有提到類似的治療 但他們做治療就是比較高端的 我們是比較做那種最基本的data collecting這樣子 好 那再來這樣的話 我們當初就是做這個時候 就發現到那個數位圖資非常缺乏 其實剛才前面幾位講的就是 就是很多那種加值應用 其實它建立在一個其實至少還要有徒資 然後data也要正確一點 可是在鄭總統發揮你根本連徒資都沒有 你根本不能做任何的分析 因為Google沒有打開就是空人 所以我們就是去那邊發 我們一開始就要先去見這個徒資 所以我今天比較適合分享剛剛十二講的第二種人 我們就是當地去見這個徒資 然後來講到我們那邊怎麼見這個徒資的分享 這在台灣可能比較不會那麼 GIG好像理所當 因為台灣徒資政策豐富這麼多的徒資廠商這樣子 在那邊治癌的徒資廠商也沒有賣地圖的 地圖都很破爛這樣子 很舊這樣子 我們就說後來就想說 我們可以用這來做的話 我們可以把一些資料放在數位化傳承下去 讓你後面的人也是可以更佳的使用 像右下角的就是 這就是我們在那邊的辦公室這樣子 我們就教當地的黑人 怎麼用電腦去處理基本的悲談這樣子 就是教他們如何使用EFail 因為他們那邊一般人都是沒有電腦的 他們拿我們的電腦就非常開心這樣子 對 我們就來教他們用 他們現在在那邊當地也很微風 因為他們有電腦 我們就可以叫他們直接用EFail 好 那稍微介紹一下 這只是其中一張照片 鄭多美那邊的地資訊非常早早 他們沒有錄名 也沒有地資 什麼都沒有 對 這是唯一我在錄市中心的一個主要幹道場 一個唯一的招牌 錄標的招牌 他這個招牌就是寫了六個地名 大概意思就是如果在台灣底的話 就是你在中校橋路口 你看有牌子上面寫了 桃園 新竹 台中 高雄 全部網路的方向 這樣子 他就把鄭多美的中校電影全部寫下去 一個牌子 這是我唯一拍到比較多指的牌子 其他都不會寫 因為他們也沒有地資 也沒有錄 對 然後這個是 他們最新算是解析度比較高的地圖這樣子 對 你看那些解析度最高大概就是 欸 那個我有比例子嘛 就是一公里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個你大概看到村落位子 你根本沒辦法像到什麼 你看市區整個都是圖黑的樣子 這是我用翻拍的 所以他們也沒有數位檔 因為我這些想要他們拿數位檔 他們之後都沒有 最新的 所以最詳細的應該是葡萄牙殖民的地圖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就想說 介紹一下說 欸 為什麼他們圖字到底有多差這樣子 右邊這邊就是在聖多美的Google Map的部分 其實還是有主要降噪的才不錯 後來其實後來我回來這裡 他們一直在增加 然後左邊就是OSM部分 像它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它其實中間這塊是空白的 然後左邊這塊的話 我們就是畫很多的小鏡這樣子 這一個就是我們自己是實際去探查的 因為那塊當初其實裡面有兩個 有畫一些那個村落聚落名字都是比較大的村落 我覺得在這個Google Map上話整個是空白 我們當時為了找到那個村落 我原本就想說 那邊中間有一個叫烏八部署的那個地方 在鄭中央的地方有那個村落 我當初是想說從海底這邊開進去的 然後結果反而要開進去開兩三條 反而那條路根本就是經過中間那些區線 其實非常開的 也要從上面那個 上面那邊那個沿著河下來是最新的距離 所以有時候Google Map在這種 如果你沒有那種詳細詞的話 你根本沒辦法去找到一個村落 你要怎麼找到那個病人都是一個困擾 對 然後我這邊就稍微放一下這個 那是鄭中央的道路 我剛才都找了兩個多小時的路大概就長這樣子 就是這種你在衛星圖上面看不太到路線的行動 你就一定能伺服過一點 但他們喔 他們喜歡放這種音樂比較娛樂的啦 我怕得要死但他們蠻爽的 他們就覺得 欸 結果我的機會出來晃了 然後你也不是親自機兩拍 然後路都是這樣子 非常不平的 如果路長有大石頭就要這樣翻你這樣 對 這是一個非常延遲的道理 好 我們這邊簡轉看過去 像這個就是剛才我講的那個地方 你看如果是用Google Map的那個衛星出來看的話 就是一片綠 就是整個你是什麼都看不到那些路基 你也全部都在叢林裡面 非常的模糊 你可能有些地方拆得出來 可能會說你是河流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需要我們自己就是帶著GPS的話 我們就直接去塔查 把這些道路和村莊名字全部把它交替出來 像這樣的話 這邊也是一些照片這樣子 就是他們有做那個 因為他們實在太茂密了 就是熱帶雲氣候的 長得實在太好了 你這個衛星圖真的是沒辦法 就是比較難我們用那個叫什麼鍵盤那一瓶這樣子 就是念個盤照 所以我們就要很自己進去 因為之前我們進去的時候 剛剛那個放音樂開車的人其實他們都會為了這些吵架 因為我們到一個棟林裡面的分岔口 他們其實也都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他們就在吵架 因為我們之前就是他們的吵架組猜錯 如果說太一個小時他們就會鬧翻這樣子 他們就說 因為其實我要是指定說我要去哪些地方 但我實際上我也不知道在哪裡 我只是因為我們需要就是 有人會抱那個瘧疾的病人在哪裡 我們就得去看一下 結果就非常難走 這時候真的很需要我們的建立史 這個真的是正確組織 不然連當地人都不知道都在哪裡了 像這個就是會有些廢棄的 當初普才來執名的莊羽 其實這些地圖上也都不會顯示 我就是慢慢馬揮出出來 好 這邊就是比較 剛剛那個 以スライド稍微介紹過 就是把它變圖像 就是我們OSN去做標記的方式 下面這張圖就是我用自己拍照的那種全景的方式 像從左邊拍之後我們就可以標記出那個是 就是我們表記的方式 用Tag的方式 它就是Score 就是AmedityScore 再來就是標記它的名稱 然後再來是它是Building 我們就是一個去做Tag 然後像這個就把它標記出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畫到像左上角那樣的圖案 就是我是站在較長的地方 然後標出每個位置 然後它有向你的道路 就是我們其實就是真的是很基礎的 因為那邊整個地圖是空白的 我們就從空白開始建立起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做之後的應用 然後右上角它就是把它加上那個樓層高度 以及屋頂的形狀以後把它變成3D的畫 像這樣的話其實你看就是 這個其實還真是勞力密集的工作 你光是在一些角度就要畫這麼多東西 然後一直去表 而且這個資訊可以無限的上下 我這邊是比較簡短的顯示就是說 這是Building 名字是什麼 然後它用途是什麼 我這邊都沒有畫上建築的高度 跟屋頂的形狀 還有屋頂的顏色跟建築的顏色什麼的 反正都很複雜 其實這個可以有很多的價值面 或者像之前剛剛講的 這裡有沒有水源 像那個中間 在道建的這個地方 這個廣場中間有一個橘色的塔 在我這邊也是有畫出來的橘色塔 它其實理論上是個水源 可是我去開的時候沒有水 所以我就沒有把它雕住水源 應該那個水源很快掉這樣子 所以這有時候還是很需要在地人去 直去去位置 因為這種衛星圖真的是看不出來這麼精細的東西 然後這就是剛剛那個地方 就是轉個方向去顯示這樣子 這是一個 這OSM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其實顯示方式很多種 你就自己去開發不一樣的顯示方式 這個是一個F4Map的這個網站 然後它可以撈這個OpenStream Map的資料 然後把它3D顯示出來 你可以自己任機轉彎 像這個我抓的時候它有點下雨 所以有一條條白白的 就是有點下雨的情況這樣子 這樣的話就可以說 你看我剛才站的是廣色屋頂的教堂 然後往外拍 就是剛才有廣場 有兩個路燈 然後這些威力 這些全部都是給揮繩出來 就可以用直接模擬真實的那個村莊的情況這樣子 再來就是聖多美市區的實際情況 其實在原本的土路話一開始是還滿白的 後來我是村莊名字是因為我自己實際去踏踏過 然後我就會問當地人 我會一直問你說 那個什麼這裡是什麼 就是這裡是什麼 這裡是什麼 一直問 然後其實不斷做記錄 然後回去把它mapping起來 然後像建築物就是比較算鍵盤能力 因為有市區的話 我們就一通通畫 然後畫出去給P.O.I.這樣子 所以目前聖多美就是資訊最詳細的地方 就是比較真實分享 像剛剛那個說真的我們自己實際操作這樣子 像這樣的話就是市區 我們的市區可能有一些店 就是他們最精華就長這樣子 然後我又剛才要特別把它畫出來 就是OSM標誌顯示的時候 銀行的標誌這樣子 然後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他們市區銀行還滿多的 對 他們總共只有十 大概十八、十九萬人而已 然後百分之四十三人都低於貧窮現底下 像這個是撈出來所有的銀行的撈出來 大家猜猜看為什麼他們銀行那麼多這樣子 對 是幾千沒有錯 因為他們已經百分之四十三人都那麼窮了 可是銀行還那麼多人家當時市區這樣撈出來的 銀行大概有十幾家吧 而且都一些非洲或歐洲的國際銀行這樣子 對 那邊就是還滿久已經洗錢了這樣子 對 錢超好洗的 就是 因為他們那邊沒有銀行法規 就是他們根本是一個沒有資助的地方 所以隨便什麼搞都可以 你們沒人知道 反正他們當地政府也不會管那麼多 他們都很開心要把你們來這邊射解這樣子 所以銀行一直一直蓋 其實我這邊沒有完全的銀行的資料 因為銀行那是我順度表 因為其實我做內心計劃器跟銀行沒有關係 對 所以我那只是當作順度表 後來發現有些loss掉了就算了 可是這樣光做順度表就這麼多了 對 就是滿接的銀行這樣子 這麼全國家銀行那麼多 對 所以有時候畫出來了 另外一個就是你可以撈出不一樣資料的話 就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再來這個就是另外一個更明顯的 OSM我們繪製的成果跟Google Map的差別 右邊是Google Map 再來聖多美西普林西地的另一個島 叫普林西地島的首都聖安東尼亞 對 左邊 左邊就是OSM 右邊就是Google Map 就是你的方向右邊那個就跟你不能用 就是只有一朝路這樣子 因為當初這個地方真的是一個更空白的地方 所以就是我們這樣繪製出來就知道要差非常多 只是說缺點就是說 我們畫出那些道路的格子 你就知道我們怎麼畫了嗎 我們就不斷地在走那個街道 反正每條都走過一遍就畫出來了 對 因為我們那個一點位型圖都沒有 沒辦法 肩膀沒有一點 我們就一直走走走反覆走來走去 你就畫出很標準的圖案出來 所以當初我畫完那個呢 這個島的時候 就會有出現國際上 類似在台灣Banis的角色 就是有定期的群人 有一個德國人就在問我說 為什麼我會畫這裡 他說我是怎麼拿到β 我說我怎麼就在這啊 他們就覺得 怎麼會有人喜歡在畫一個 那個連衛星圖都沒有了 整個空白的地方 然後突然在畫這樣子 他就覺得很好奇 因為我看德國人都很閒 OSN上面就是很多德國人 都在做一些有名的事情 就是在尋尋尋尋尋尋尺 我們台灣只有Banis光學成長 他也尋尋不到 你看這麼小一個島 天哪兒被發現到我在畫這個 對他結果沒有去就覺得 如果天哪去 可以戴他去標這些東西 但我標裡也是有限 因為當初我並沒有那麼多 那麼長的時間標出美中建筑 只標一些我吃飯的地方 還有一些重要的食量器 對不對 就是民生地區平常叫他調查 因為我會比較注意一些大東西 像右下角那個是EMAE那個 那個是發電廠 那個是我們台灣贊助的 所以我會知道 就是一些要我們去關注的東西 但是真的要想寫資訊 要需要更多local的去寫書 像這個的話其實我們 NEO當初是從空白開始 最基本的資訊就只建立他們的村莊的位置 這些就是全部所有的村落的名稱 我們把它標記在上面 因為光是孫若銘生姬 他們很多自己人都會知道 所以我們覺得光是這樣建立起來 我們至少可以對得出來 我們的病歷檢查 那些病人在住在哪裡 我們可以比較去把量化 然後另外一個話就是 像我們剛才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就有講到 欸 我看一下前面喔 因為剛才有講到他們說沒有地址的事情 為什麼我們要那麼去在意把它量化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聖多人其實他們沒有地址 所以他們在寫定例的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小序位就是說 他們寫定例就是說 那個某某A先生他得瘧疾 然後就會說他住哪裡 他就會寫說他是住在 可能是住在當中那個閃動 很容易有這個村落 然後他就說走進去 然後可能就說他是在地幾間房子這樣 他就這樣描述而已 可是所以就是說這點比較誇張 就是說他可能要進去某個村莊 然後就是說他就寫說 這個B先生 你要進到這個C村裡面 然後去找哪棵樹 然後去問樹下哪一個人 你就會知道他住在哪裡了 然後我就想 就是我們當時也靠這不可能 我們會找得到 可是如果我還放在這陣子 那樣找那一個人就真的在住下 就是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數位化的地方 因為你們的那種描述 真的是太不可靠了 所以說他們目前這樣寫 我們還真的都找得到 因為那一個人就真的在那邊 就是我現在有些拍照照片的人 如果在某個建築物前面 你下去去看他 有什麼大機會真的都在那邊 就是他們的生活範圍 你要他沒有交通工具 他會移動 就是每天在那邊閒晃 然後沒工作又很兇 但是不會餓死這樣子 他們就是在一種很特別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覺得 很需要我們要把它建構出來 我們去抓住我們的 虐紋的資深員的位置 跟病理的位置 像我們這樣的話 後來我們其實除了位置以外的話 我們就開始教他們怎麼使用 因為後來我們就是用 算是援助的金錢 我們去買了那個 雖然不是廣告版本 就是剛好我們就剛好買Garmin的GPS 它的好處可以LOAD OX的DEPA 可以把灌到我們的Garmin裡面 你可以當場就直接拿用 然後還可以一直去做Garmin 然後他們就可以直接拿這東西 然後去找病人會更方便 這樣子 所以當初就是我會有專門做一些教學 叫他們怎麼說 LOAD OX的DATA LOAD OX的Garmin裡面 當初也是研究一下 像這個的話 另外這個是最近比較後來幾年 比較有名的 叫MessMe的GarminiAPP 就是可能出國人可以一切下載的話 在聖多美部分都會比較詳細 就是可以有很多資訊 就是實際上應用看到的 再來這些就是聖多美人這樣子 就是我們一天 有時候在聖多美裡面看到 像左下角就是 當初我們在那邊的員工 他就是每次抱路都會抱跟人家反方向 然後他們就會跑掉 但是其實我不知道 他們因為有另外一個Pub 他就是Soul的 他們兩個就會一直爭論 對於哪一角度是對的錯 所以我通常 我是希望兩小多手看 讓我化我DATA 都給你收集的更多 可是他們每次抱和我 順便都要把煤 所以我就要等他們把煤結束才行 好 這個就是實際我們工作的情況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他們是高溫多餘的天氣 在高角度下面其實積水非常嚴重 所以他們常常會有很多的直升員 像這些是一樣 高角度下面 我們就會丟一種叫瘧疾防止的藥 就是叫BTI的東西 丟到水裡面 然後瘧疾藥蟲就吃了以後 不是 瘧疾藥蟲吃了以後 然後那個解決就會死掉 因為它會在身上五、六、六 鋒蛋白質無法合成它就會死掉 對 那種瘧疾藥蟲比較深化之地 對環境影響比較小 對 所以他們也是有很多 直升員的分布什麼的樣子 因為我們後來就是希望說 我們用GPS的方式 然後去記錄這些直升員的位置 然後有分層像這種 就永久直升員 就不會乾的 右下角可能是下雨過後 物質前面也淹水的直升員 我們就做各種去把它記錄 然後再對應 我們定義的位置的分析 像這個是他們樂在雨林 也是有很多種林 他們那個蚊子多刀就是 很可怕 你看到那個水 就會有看到一片灰色的雲流過去 那些灰色的雲 就是數以百萬隻的結局這樣子 在臺灣都看不到 臺灣你看到兩隻結局 就會覺得有點可怕 那邊真的是 那時候看到身邊身體就癢起來了 就覺得 哇塞 我就狂丟那個藥房的牆上 我覺得太可怕了 這個 這個很重要 其實當中我們還要去做記錄 我們會記錄說這個水有沒有解決 因為有些水是不會有解決的 可能有其之類的 所以他們那邊可能很多就是 有很多話我們就要去做記錄 然後再做分析 有些地方我們又分解決 又分1020 3040 結果它有時期 我們就可以做更複雜的分析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無所不在 因為他們環境非常髒亂 其實他們也沒有垃圾處理 垃圾就亂丟在老家屋旁邊 右上角是他們火山演技型的一些凹洞 也是會是很密集的那種紙紙 就是這樣就可以掛 倒數積水 他們真的是無所不在的可以長蚊子 台灣蚊子真的是少的 如果去過那邊的話 台灣蚊子真的不算什麼 我們當時有說 像剛才前面那個醫師講的那個登革二 我們要說剩德革一旦來 要剩多美 都沒死定 所以蚊子這麼多 然後 我不知道怎麼該 我們要解釋 如果真的登革二的話 我們就應該要來撤比較好 因為實在 他們的蚊子實在多到太可怕了 就是台灣的訪問很多都沒有用 再來就是剛好在工作的時候 剛好我們在投生物資機 跟做Data Sourcing的時候 遇到了路上的小孩 所以他們也是平常在垃圾腿生活這樣子 當然這個 我們沒有特別去標記垃圾腿的位置 也是太多就沒有標記了 好 再來就是 因為台灣之前 其實為什麼我們台灣會去做 瘧疾防治計畫的原因 就是我們台灣其實 在瘧疾防治是做得非常有名 就是真的是跟不出了 所以後來我們就是被其他各國去幫忙 然後後來就是在一個英國的團隊 他們是那個NOD頻道的 那個Hitch這個頻道 歷史頻道 才有來做我們瘧疾防治的紀錄片 然後我就稍微剪輯一下 我們在我們中間的一小部分說 是歸我們比較有直接關係 然後有去做Data Sourcing的部分 就是我們去記錄這些 瘧疾的資深員的位置的影片這樣子 就是我們在巨大陸上 我們就在巨大陸上 叫人家在巨大陸上 跟人家在巨大陸上 也叫人家在巨大陸上 都在巨大陸上 好 而且因為我拿到了指檔書他們製作單位給我原指檔 所以沒有指檔 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聽一下音音這樣子 所以他們住宅旁邊積水的情況都蠻嚴重的 I don't do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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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do it 這是我們去那個書房裡面幫他們做捏血款來去找出淡顏色的 那位就當作我們計劃主持人之一的太好了 這個比較胖的這個就是常常會跟另外一個討價的 對,他都喜歡走講過一樣的路 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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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要有水的地方就可能有這個內蠢的頭上 所以剛才我們的這個指引他們就用他勺子去掃水 然後上來看看裡面是不是有肉蠢在裡面 每個可能會掌紋的地方都去看一下然後去投腰 然後順便會把他記錄起來 我去看 我去看 我來看 我去看 那是 這個都是 Colax 我看 Colax就是 算是一般的那個 夾文的部分 就不是那個內文 但我們都順便把其他文都炸一炸 不然其他文也會造成其他集結 先用GPS拿來訂閱一下 我們剛剛在這個沼澤區發現了一些 這個虐蚊的幼蟲 這裡面這看起來都是甘比亞的虐蚊的幼蟲 那這裡面有1020還有30的幼蟲 所以顯示這附近的蚊蚊活動還是非常的活躍 所以我們會把每個資訊都拍照 然後因為他同時那個GPS本身就去推他 就給馬輝圖照那個肉出來 就可以去顯示這樣子 台灣的這個內蚊主要是來小內蚊 他喜歡大陸外的修行 那時候我們每天就是在走在這種狀態面 每天只要走3個小時到4個小時 所以看這種那時候瘦蠻多的人 覺得那時候角力跟貼人一樣長大 每天都在30幾度的機會比較重要 那這種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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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受傷 開始飢餓 最終會死掉 那些蚊子 那些蚊子 只是一部分的問題 那些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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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那個是稍微個簡短影片 就是介紹一下我們剛剛在做什麼 因為其實人家拍的都比我們拍好看 then I have to watch the screen 最後就放太多我們自己拍這個影片了 再來就是剛剛也講到了 這是當初一開始 因爲一開始我們OSN 我OSN畢竟在那當後期才開始做 穩售建構 겁니다 我們可能就自己先試試試看 丟到Google OS上面 我們就這樣做表寄 那當下他們有很多那種黑一點 中間一點的這樣子 我們就這樣表寄 我們就可以知道 每個資深園其實是在哪個地方 因為我們這個衛星圖上面 其實是難以電視的 我們就可以稍微知道 其實以後 還有就是我們可以去做這些事情 以後的人可以更容易找到資深園 那是之後 因為我已經離開了以後 他們就開始建議 因為我們收集到這些基本的GPS data的話 我們就知道每個村落的機位 我們就可以把它標示出來 就是說我們在2010年到2014年的時候 所有的虐疾病例的分布圖 這其實在臺灣技術 你會覺得看起來好像沒什麼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臺灣已經非常進步了 這邊的話其實光是要讓他們建議GPS data 你就花了很多時間才把它廢製出來 好 因為我這邊稍微只是介紹一下 我們剛剛在那邊實作的經驗 沒有太多時間去細講 稍微總結一下他就說 我們其實在一台之前建議起 這個OSN在深多米的投資這樣子 然後還去做他們當地的教育訓練 其實後來我們就是配給每個 定義追蹤小組 給他們去GPS data Neta 鋼米Meta 就是讓它帶出去 我們就回來就可以去把Data 收集起來去合正合這樣子 再來的話我們就是可以做 之後的那個學術的分析 就是瘧疾防止的那種資深源 還有定義的空間的分析 最後就是說更多的地理圖字的應用 就像當我們可以撈各種資訊 或者是剛才Sale有講到一些 飲水資源那些話 就是落標數的話 都會更有更多的應用這樣子 最後其實我就跟Sale比較想 其實我也是從OSN 我是從國外開始做起來 後來回到台灣以後再繼續做 後來就覺得 其實台灣這塊還是很多需要大家幫忙 因為我們台灣其實 雖然圖是看起來還OK 但很多小巷炸或是一些BOI 都還是缺乏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幫忙建立 用好的圖資才可以有更多的應用 不然沒有圖資其實說再多的想法 其實還是沒有用 所以如果大家有空的話 下星期可以去參加我們OSN台灣的聚會 可以找Bending室外聚會 在星期晚上的 七點半到這裡 哦 七點半 然後在網址公聊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